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他心里是定不懂 无论是瞬间逆间 他都不懂 他住在定中 定起作用 真是智慧 定的本身就是福德 福中生会 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福知心灵 福报来了 突然就聪明了 就有智慧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 我们要慢慢去体会 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的灵性先前 想信了就先前 不信就障碍了 灵性先不先前 全操纵在自己 不在外面 所以佛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想 这个话是真 你对佛有怀疑 对耶稣基督相信 耶稣基督的决定 福这不离 你相信福 你对基督怀疑的时候 那佛一定灵 基督一定不灵 实际上外头灵不灵 没有啊 完全是刺激啊 啊 信他就灵 不信他就灵 永远不灵 永远不变的真理 所以 古神先先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生 能不能有正乎 却不操在外面 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中 人如果真正回头 自己能够掌权 那就没有一个不正乎的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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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